OK 我们接下来谈一个 就真的比较技术性的东西 有点点复杂 但是其实它并没有真的很可怕 它就是 multivariate transformation OK 现在想要考虑到这种情形 我们这边考虑连续的情形 不过离散经我们也有差不多的做法 假设我们有两个随机变数 X1跟X2 我们关心的是 Y等于X1加上X2 它的行为是什么 我们过去已经跟大家稍微谈了一点 这个问题了 就是我们只说了X1跟X2 是两个随机变数 那X1加X2的期望值 就会是X1的期望值 加上X2的期望值 我们也跟大家谈了 X1加X2的variant 它们的变积数会是 X1的variant加上X2的variant 加上两倍的X1跟X2的covariant 我们跟大家谈了这样的性质 所以我们接下来问的问题是 那如果我想知道的 不只是X1跟X2加起来的 expectation或variant 我想知道它的整个distribution的话 我要怎么做 这东西好像会有一点点复杂 但是其实它并不可怕 而且你会发现说 很多Linton的教科书 前面已经写过的性质 然后我们在前面其实刻意的把它略过去 没有在前面就提到 在那边提到是有道理的 因为我们可以很快的看到一些有趣的东西 好的 我们要怎么做它 假设我们知道X1跟X2的joint distribution 我们想要知道Y的CDF 我们想要知道Y的CDF 那CDF就是假设我的某个Y 我的随机变出Y小一等于某一个小Y的几率 因为我的Y就是X1加X2 所以等于在为X1加X2小一等于某个小Y的几率 OK吗 是它什么 它就是我把他们的Join的PDF拿来积分 然后记到什么 在给定X1加X2小一等于小Y的心情之下 我来计算它底下的几率 这个积分等于什么 这个积分等于说 如果我先对X1积分再对X2积分的话 它等于我先对X1积分从负雄大积到Y减掉X2 然后我再对X2积分把X2积掉 OK吗 这个已经有点复杂了 我们再看一次 我们要求的是X1跟X2小于等于Y的几率 然后所以我拿了X1跟X2的Join的PDF 我先对X1积分积到哪里 积到Y减X2 也就是我在求X1小于等于Y减X2的几率 然后接下来我再对X2积分 因为我要求是对任何X2都一样 所以我再对X2积分我得到底下这个东西 再来什么 再来我只是我做了一个变速变换 我把X1换成UJX2 为什么 因为我希望我的这个formular漂亮一点点 其实就一个没有什么水准的理由 我这样就得到了Y的CDF 对我知道这个看起来有点抽象 等一下会有例子 我们先一起来看一遍 好的 如果这是Y的 为什么我一定要做这个变速变换 另外一个理由是我想要让底下这件事更得更顺利 底下这件事是什么 我知道Y的CDF之后 我想要知道Y的PDF 我就对Y做 我就对Y的CDF做微分 好的 那我对这个东西微分 然后 这个东西是什么 我先对U积分 再对X2积分 然后 我可以交换他们的顺序 所以我可以感觉 先对X2积分 再对U积分 我的U从-5重大积到Y 然后 我对Y微分之后 我就发现 我把画面那个U围掉 我剩下的就是里面这个东西 Y的PDF就是X1X2的JointPDF的积分 X1X2的JointPDF Y-X2X2 然后我们对X2做积分 我就对到Y的PDF OK 这个东西看起来有点点复杂 不过我们来看几个例子吧 OK 第一个例子是这个东西 假设X1跟X2都是Exponential Distribution 然后它的PDF讲这个样子 如果你不记得Exponential Distribution 讲什么样子吧 它的PDF是浪达 就像Exponential负的浪达X次方 然后Exponential Distribution 是哪里讲X大比等于0的时候 所以它大比等于0的时候 它的PDF会是正的这个数字 如果X小于0的话就是0 我想要知道Y等于XY加X2 所以我就把 因为我的X1跟X2是独立的 所以它们的JointPDF就是 它们两个的各自的MarginPDF相乘 所以它是浪达Exponential 负的浪达Y-X2 乘证浪达Exponential负的浪达X2 我对X2做积分 然后我从0G到Y 我得到Y倍的浪达平方 成Exponential负的浪达Y次方 我为什么需要知道这件事情呢 还记得Exponential Distribution 我们通常拿来Model什么东西吗 我们通常拿来Model等待时间 就是某一个事情会发生 然后我想Model说 我想我会花多久的时间等待 然后如果你还记得的话 它跟Person Distribution 会是一体两面的 如果一个事情发生的 几率服从某一个 发生的个数的几率服从 Person Distribution的话 那么我等待下一次 这个事情发生的时间 我等待的事情可能是 我开了一家商店 我等待下一个客人过来 之如此类 我的等待时间是 Exponential Distribution 那我为什么会想要Model X1加X2呢 我感兴趣的是 我在这边等了好久 就是第一个人过来了 然后第一个人过来之后 我再等了好久 终于第二个人过来了 我想Model说 我要等待多久的时间 我感兴趣的事情才会发生 两次 如果这样的事情 它们各自发生的几率都是独立的 然后我就得到了 如果我等待 某个我感兴趣的事情 第一次发生 要等待多久 那个等待时间 我用这个 我用Exponential Distribution 来Model 如果我要Model说 我感兴趣的事情 发生第二次 我要等待多久的话 就是我从 它还没有发生 第一次发生第二次 我要等待这件事情 发生两次的话 我用这个 Distribution 来Model 它 要等待多久的时间 如果我要Model 它发生Alpha次呢 我们把刚才的做法 再拿来沿用 你就会发现 这是 我要等待 它发生Alpha次的 PDF 然后 for some reason for some very technical reason 这个东西真的很technical 但是 我可以这样讲 就是 数学家是一群 喜欢把一切事情 都一般化的人 就是 数学家看到了 Alpha-1的Vectorial 数学家说我不喜欢这些东西 我要把它叫做 Gamma函数 Gamma函数长这个样子 Gamma函数有一个特殊的性质 就是 当Alpha是一个整数的时候 GammaAlpha 就是Alpha-1Vectorial 那为什么它不写Alpha-1Vectorial 就是它要写Gamma函数 你要问数学家 我们有喜欢这样做 然后 for some reason 他们也说 我不喜欢浪达 我喜欢把浪达写成 Beta分之一 或者Beta写成浪达分之一 然后 我的PDF 就像这个样子 这个分配 我们把它叫做 GammaDigital 所以你看 Linton教科书 他在前面 在前面讲分配的时候 已经跟大家谈了这个东西了 然后 为什么我们特意 不跟大家讲 因为 如果 我们在讲分配的时候 直接跟大家讲说 这个东西我们可以拿来Model 说你要等待 某个性发生Alpha-4的时间的话 你就备了一个分配 但是 我们把它突然这边来讲 它是一个有道理的东西 你只要会Exponential Distribution 你只要会做Multivariate Transformation 然后 它是一个自然而然的东西 然后 我们有什么性质 它的期望值是Alpha乘以Beta 它的Variant是Alpha乘以Beta平方 然后 这个东西也是一个非常 理所当然的东西 为什么 为什么要这样说 还记得Exponential Distribution的期望值吗 Exponential Distribution的期望值是 浪达分之一 浪达分之一就是Beta 所以 Gamma Distribution是什么 如果 我等待件事情发生一次 我平均我要等待Beta分钟的话 我等待 我等待件事情发生Alpha次 我就要等待Alpha乘以Beta分钟 我就在说这件事情而已 然后 它的Variant是什么 它的Variant是Alpha乘以Beta平方 为什么 因为Exponential Distribution的Variant 是浪达平方分之一 也就是Beta平方 然后 然后 我的Gamma Distribution是Alpha 个Exponential Distribution的总和 所以它的Variant 它们是独立的 所以它的Variant 会是 X1的Variant 加上X2的Variant 加上X3的Variant 加上Xα的Variant 再加上它们的Covariant 但它们是独立的 Covariant是0 所以是Alpha个 X的Variant加在一起 是Alpha倍的Beta平方 OK 可以跟大家谈一下 那个 这是Gamma Distribution 如果我们要用R来操作的话 对 Gamma Distribution Models The Waiting Time Under the Alpha's Event Of Interest Occurs For Some Technical Reason 通常也不知道 所以我们往回一页一下 For Some Technical Reason Alpha通常被叫做 Shape 或者Shape Parameter Beta叫做Scale Parameter 浪达叫做Rate Parameter 然后你会说 这些东西只是名字而已嘛 我们又不是带编字典 为什么我需要知道 它叫做Shape Scale跟Rate 理由非常的简单 因为R是这样命名的 R是这样使用的 R是这样使用的 我们一起到R来看一下 OK 这是我们的RStudio 还记得吗 如果我们对任何的指定感兴趣的话 我们只要再加一个问号 比如说我的问号是RJMMA RGAMMA 然后R的Help File就会告诉我们 如果你用RStudio的话 右下角就会跳出它的Help File 如果你用的是 那个比较传统的界面 重文字界面的话 它就会帮你开启浏览器 然后打开它的Help File 所以在我们使用的时候 你会发现说 你要告诉 你不管你是要呼叫它的PDF CDF Quantile 还是产生随机变数 你要指定Shape Rate跟Scale 这边的Shape对应的是我们的Alpha 这边的Rate对应的是我们的Lanta Scale对应的是我们的Beta 然后Shape是你一定要告诉它的 Shape是Alpha 然后Rate或Scale 你告诉它其中之一就好了 它会自动的帮你把它换算过来 所以你要告诉R说它的Shape是什么 它的Rate或者Scale是什么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你必须知道Alpha叫做Shape 然后 就因为这个原因 我们回到我们的 旁边 所以再说一次 我们的Alpha叫做Shape 然后 Beta叫做Scale Lanta叫做Rate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的PDF讲这个样子 如果的Alpha等名一 Beta等名二 也就是Lanta的二分之一 它PDF讲这样子 你会觉得这个东西看起来很熟悉 如果你觉得很熟悉的话 对吧 为什么 因为这是Alpha等名一的时候 Alpha等名一是什么 Alpha等名一它就是Exponential Distribution 所以它就是Exponential 浪达等名二分之一 它就讲这个样子 它是一个递减的分配 它是说不管我浪达它多少 我从开始等待之后 它就出现的几率最高 然后它接下来越来越低 它是Exponential地界的 如果我的Alpha等名二 它就变得有一个这样 扁下来的曲线 另外一个我们会常常使用 真的我跟大家保证常常使用 在一个月内我们就反复地用到它 另外一个我们常常使用的分配 所以叫做Ki² Distribution 然后如果你记得的话 我们那时候是这样说的 就是如果我的X是Standard Normal Distribution 它是Normal Distribution μ是0 σ²是1的话 Y等于X² 叫做Chi² Distribution 或者Ki² Distribution 我还记得我但是要跟大家讲出来 特别讲这件事情就是 这是一个希腊字母 希腊人把它读成 但是全世界的人把它读成 Ki 然后我们为了跟全世界的人沟通 所以我们就把它叫做 Ki² Distribution 不管希腊人多么的愤怒 然后它叫做 Ki² Distribution with Degree of Freedom 1 它的PDF 这个样子 因为它是S的平方 平方永远是W等于0 所以我们这边的Y 可能是W等于0 好问题来了 因为我们感兴趣的东西是 S1也是Normal Distribution S2也是Standard Normal Distribution 它们是独立的 对 然后根据我们前面讲 你也可以说它们是 By Variant Normal Distribution 它们都是0 这是两界之间是一样的 如果我们的S1跟S2是IID的 然后它们都是Normal01的话 然后我们的Y是 我们关系不是S1的平方 我们关系S1的平方 加S2的平方 也是两个Ki² Distribution Degree 1加在一起 是什么 然后我们就要做这个 我们把 这个东西是 Ki² of Degree 1的 Degree of Freedom 1的PDF 乘上另外一个 Ki² Distribution with Degree of Freedom 1的PDF 乘在一起 然后 更好2排分之1 乘以更好2排分之1 变成2排分之1 前面这个东西 这后面的东西 两个exponential 乘在一起 对我忘记了错 对不起 这应该少了 多了一个2分之1 我等下会把它盖过来 把它乘在一起 然后我们要 对这个东西做积分 然后你看就知道 这个积分很难做嘛 Y-Y的 Y2的-2分之1 乘以Y2的-2分之1 把Y2积掉 积到Y 这个东西超难做的 还好 地球上有种东西 叫做Wolf Frame Mathematica 然后 相信我这个积分是对的 因为是每次没听话帮我做的 你要我自己做的 不一定做的对 然后我们有什么美好的性质 我们 如果我们反复的这样做下去的话 我们会发现说 我们有这样子的东西 如果我们的X1 X2到XK 都是ID Normal01 Standard Normal Distribution的话 那我们有这件事情 就是 X1的平方 再次乎平方 一直加到XK的平方 它有一个X2 Distribution 它的PDF长这样子 然后它是K 它有一个重要的参数是K 我们把K叫做Degree of Freedom 你看这个名字有这么有趣 这么有趣的名称 我们叫Degree of Freedom 就知道它很重要 看我们叫Degree of Freedom 我们可能要再过一阵子才会告诉大家 然后有人会把它简写成Dof 所以你可以写成说 Ki2 with Dof K 然后我们通常就是写成这样子 Y 然后一个 YC牛8的曲线 Ki2 夸号K OK 如果你看它的PDF的话 等一下 先拿这个好了 就是 你看它的PDF 它长得好丑 你需不需要把它背下来 没有你不需要把它背下来 跟你保证 至少这门课你不需要把它背下来 然后 你问我会不会背 我很久以前 持统计学的时候 曾经会背过 但是 就真的就是 属于你年轻的时候 曾经难以忘怀的许多回忆一样 就 就这样吧 然后你不需要去背它 它是那个 你会发现它分母 也有一个Gamma函数 所以它跟Gamma Distribution 其实是有很密切关系的 就是 如果你有一个Gamma Distribution 你的Alpha是2分之K Beta等于2的话 它就会是 Gamma Distribution 这边 为什么一定要讲这件事情 因为Linton写错了 Linton的教科书 把它写成Alpha等于K Beta等于E 它写错了 然后 所以那个 这是一个 其实是一个 蛮不能原谅的错误 不过 直到今天就OK OK 如果你觉得前面这个东西 都搭配得很OK 的话 我们既然有一个 稍微再复杂一点点的东西 真的我跟大家保证 只有稍微再复杂一点点 我们前面跟大家谈的事情是 如果我的Y是X1加上X2的话 那Y的分配是什么 你就发现说 其实虽然我们刚刚看到了 Gamma Distribution 看到了Castware Distribution 它的PDF好像都长得很丑 但是其实它 不可怕嘛 做的事情就是把他们的 Join PDF写下来 然后把其中一个 我不要的东西积分积掉而已 我现在问的问题是 如果我的Y不是X1加X2 X1加X2可以视为 一个特例 如果我的Y是 G of X1 X2 它是 X1 X2的一个 函数 然后这个函数 可能是线性的 可能是非线性的 我们要求它是一个 递增的函数 它递增会有递减的 那么会怎么 会 我们要怎么做它 这个东西比较复杂 也需要点线性代数的基础 所以我们 在这边不跟大家谈 详细的细节 不过我们可以用一个 比较 讲这个情形 我们过去来跟大家讲 Univariation 我们今天跟大家介绍过 这个Formula 这个Formula是什么 如果我知道X的Distribution 我想要求 Y的G of X Distribution的话 Y的PDF 不会是 X的PDF带入 G inverse of Y 再乘上 G inverse of Y的一阶尾分的绝对值 我们在One Dimensional的时候 我们有这个Formula 我保证大家在 两个礼拜前 就考期中考前 都 我相信大家对这个Formula 都非常非常的熟悉 甚至 甚至有把它写在你的Treatsheet里面 然后大小的唤醒 这样的回忆 好 如果我们的Y是 所以我们现在有 两个东西 Y1 是G1 of X1 X2 Y2是G2 of X1 X2 然后 那么我们可以这样做 我把 我做一个 我当Y的G of X的时候 我可以做一个反运算 把X写成G inverse of Y 同样的 我们在那边做一个反运算 我把X1写成H1 of Y1 Y2 X2写成H2 of Y1 Y2 那么我们有这个性质 Y1 Y2的Join的PDF 就是X1 X2的Join的PDF 我带入H1 H2 你看 上面这个是一样的 我上面这个带字是 G的Inverse of Y 我们这边带是H1 跟H2 我们这边基本上一模一样的东西 乘上一个 J的绝对值 J是什么 J是 我拿Y1跟Y2 Y1对H1做偏微分 Y2对H2做偏微分 相乘 减掉Y1对H2做偏微分 Y2对H1做偏微分 Y2对H1做偏微分 相乘在一起 OK 它跟 虽然这个东西看起来 稍微复杂一点点 但是 它跟Univariate的情况 也是非常非常类似 就是我们过去是对 G inverse做一次的偏微分 做一次的微分 我们这边对 H1 H2各做 两次的偏微分 然后把它们相乘起来 所以其实这个东西 虽然 虽然我们今天 不会跟大家 谈技术性的细节 但你可以 这根 我们过去Univariate 它只是一个 更进一步的延伸 我们来举一个例子 我们回到这个 我们刚刚谈过的例子 对 我们会想要做出熟悉的结果 我们X1 X2是RID的 Exponential Distribution Exponential Lambda 然后 我们已经知道了 那我们的 如果Y是X1 加X2的话 它会是Gamma Distribution 然后Alpha是2 然后Beta是Lambda分之1 但是 为什么我们要再做一次 因为我们有一个 新的formula 我们来试试看 我们新的formula是什么 我们说我们的Y1是G1 of X1 X2 Y2是G2 of X1 X2 现在我们的Y1是 X1加X2 Y2就是X2 很简单 那么我们的X1 那么我们的X1 X1就是Y1-Y2 对吗 因为 Y1是X1 X2 Y2是X2 所以X1就是Y1-Y2 X2 X2什么X2就是Y2 为什么要这样做 接下来我去 我要求那个J 所以我拿Y1-H1做偏尾分 Y1-H2做偏尾分 Y1-H2做偏尾分 Y2-H2做偏尾分 Y2-H1做偏尾分 Y2-H1做偏尾分 我拿Y1-H1的偏尾分 1 乘向Y2-H2的偏尾分 1 所以是1 乘向1 减掉0 等于1 所以我把Y1-H2 这个东西就是 我把Y1-Y2 跟Y2 分别带入 X1-H2 的Juined PDF 然后乘向 Y1-H1 Y2绝对值 J绝对值1 我就得到了 这是 我们的Juined PDF 你会发现 这个东西就跟我们 前面 做的是 这东西跟我们前面做的是一模一样的 OK同学刚下课就来问了一下 然后我刚刚改了一下投影片 因为我发现我本来写的那边跳太快 所以改了一点东西 所以我们做的问题再说一次 我们做的问题是x1x2都是 ID exponential distribution浪达 我们想要求y.x1加x2的分配 然后我们让y1等于x1加x2 y2等于x2 x1就可以写成y1-y2 x2就是y2 所以y1-y2的pdf 我们用我们的分配合是什么 我们把h1-y1-y2 h2-y1-y2 对不起这次 我改了又多看 h1-y1-y2乘下h2 还有h2-y1-y2带进去 然后乘上j x1和x2的joint pdf就是他们两个字的pdf相呈他们独立 所以前面就是浪达像exponential负的浪达y1-y2 这应该有个夸号 称上浪达exponential负的浪达成y2 他们两个相呈起来就等于浪达平方 跟exponential负的浪达y1 所以这个东西前面 前面有一点点那个跳太快了 我们是把它带进这个风格里面 然后我们得到这个东西 这个是y1跟y2的joint probability 那我们现在想要得到的是什么 我们现在得到的是y1自己的marginal probability 所以我要做什么 我要把这个东西对y2做积分 得到y2做积分之后 我得到的就是y乘以浪达平方exponential负的浪达y1 我要从哪里积到哪里 因为我的y1跟y2都大于等于0 y2会小于等于y1 我就从0g到y1就好了 y1等于y就从0g到y 对希望这样子大家有更清楚一点 好 对 好 对 好 对 对 感谢观看